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onan 哈哈,我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这里在那张中国人的大众脸 说话说,工艺上学士比较利息 我不是诗人,我也不是文学家 所以我也说不出这些东西来 那在这样一个 Java C语言 恒星的年代 曾经,我说是曾经 有一门语言,他们很害羞 他把脸长到了暗处 他如此东方,又如此巴黎 一边兴高采练,一边又 伤感颓废 伤感颓废,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口吃了,那么这门语言 是叫什么呢?就是我们 在网页设计中 非常重要 也非常不错的语言,它叫 Java Script 好 那Java Script 跟我们这门课 ECMA Script是什么关系呢? 你想了解ECMA的强大吗? ECMA Script 6,它到底有新增的哪些功能呢? 它到底有哪些神奇的效果呢?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 第一节,我们先对ECMA Script 6做一个简单的简介 那我这堂课,我重点讲 这么4点 首先,什么是ECMA Script 6 那我在这里简称ES6 接下来我会简单的说一下它的支持 以及它的环境支持 最后我们来做个展望 就是我们的ECMA Script 7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ES6 首先很多人都在想 ECMA Script6和Java Script 它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那我们想说的是 ECMA Script6 好,以后我就简称ES6 它是Java Script 语言的下一代的标准 那么说白的是什么呢? ECMA是Java Script的标准 那Java Script 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 这么说吧,诸葛亮 他很有计谋 他知道他能够运筹帷幄 他把整体局势把握得很好 但是,光靠他一个人就能打赢圣战吗? 那肯定不行 有一个很好的军师 还有一个很好的剑领 对吧? 要有骁勇散战的 那么这么说吧 ECMA Script 他们规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标准 嗯,跟国际接轨了 那么这套标准要怎么把它展现出来呢? 就是靠Java Script 给它实现了出来 那我简单说一下 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 Java Script 它的来源 没什么神秘的 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个公司叫Netscape 我们中文名叫晚景 晚景公司 创造着Java Script 那是第一代脚本文件 但是那个时候 Java比较流行 所以呢 晚景公司他们就说 给它起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叫Java Script 以至于到今天 依然有人误以为 Java Script是三个公司开发的 前段时间我还见到有一个学生教学生 结果误人子弟的方式 他说Java Script是Java里面的一部分 我就说这是误人子弟 首先他们开发商都不是同一个 他们都是他们都拥有不同的妈 拥有不同的妈 那他们怎么可能是联体应额呢? 对吧? 那后来晚景公司在1996年11月份 他们决定将Java Script 提交给国际化组织ECMA 希望能够将这门语言成为国际标准 我觉得这是晚景公司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 为什么呢? 我做了一个东西很好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 那怎么办呢? 行我把我的东西给了一个很权威的人 让他来做成国际标准 行这回的话我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像这样一步一步就来 那到达今年6月份 2015年6月份 到达2015年6月份的时候 ECMA Script进入到了6 并且他已经正式通过成为了国际标准 那我们来看一下GS6 他的支持 可以想想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相信新的东西出来 大家都会很担心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兼容性 作为每一个前端开发人员来说 兼容性都是很头大 相信I16浏览器都是每一个前端开发的噩梦 那么这个噩梦终于在微软放弃XP系统之后 这噩梦终于得到了一定的终结 那现在估计比较头疼的是像国内的3600浏览器等等 非主流浏览器 那我们也不做过多评价 新的东西来必然会有很多的支持 还有很多人反对 反对者更多可能担心的是兼容问题 那现在我们在想 我们的ES6 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 他到底能兼容多少呢? 我在这里给了大家这么一个网址 这是Github开源的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址上面去做一个测试 去看你到底能支持到多少百分之多少 ES6的新功能 到底哪一部分是你的浏览器已经兼容的 如果还不兼容的 你可以去看考虑一下升级浏览器 那在这里我还是推荐chrome浏览器 谷歌公司开发的 要知道谷歌很强大哦 那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已经很想来用了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浏览器 百分之一的老 我要升级我需要翻墙 那咋办呢? 好吧 没事 我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个金融包 在Github上面 你们可以去那里去下载下来 然后呢先来查查西洋 嗯 我相信大家的好奇心都是很这么的 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环境支持 那现在如果就想用它 但是我也不想去玩什么金融包那些东西 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谷歌 它是为人类造福很多的 它也是开源贡献最大的公司 那在这里谷歌它从Github上面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金融包 叫这个单词是怎么读 我也读不来 所以我也就不误导大家 那么反正就是这个tracer.js文件 我们可以像这样把它引入过来 引入进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编译器 bootstraw 我们就用bootstraw为编译器 然后编译下来 最后我们要注意 这个编码器它的终端 这个当时是终端的意思 终端一定要把它打开 所以它的终端等于true 好,像这样我们把它引入到我们的head文件里面 引入到head里面 然后我们再插入这样一段 es6的代码 插入这样一段代码 那么这一个的话 熟悉JavaScript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这个代码呢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应该不对 怎么class class不是Java里面的 我们这个脚本里面是没有啊 脚本里面的面向对象 所谓的面向对象是用faction来实现的 那么怎么会有class呢 这很明显是es6新领入的内容 好,这些东西是es6的 那么这编译器它做的事情 仅此一个就是什么呢 它仅仅是把我们的es6语言 给它翻译成es5的标准 然后es5浏览器识别 它再给它读出来 那么要注意一点 在这里script它的type 我们都知道是text JavaScript 那么在这里它应该改成model 应该改成model 好 那么script标签的type 就是model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twitter 而不是text JavaScript 那么它就会识别这个model的 把它翻译成es5 再交给浏览器来执行 好,最后我再讲一下 es6大概就是这么一块 那我们都知道 以后肯定还会当成es7 时代在发展 潮流在跟进 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俗话说五大心态之机 禅远的目光 我们要知道 以后还会有这样object 这样的一种数据变化 应该会引入 应该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应该 那么一旦今天对象的变化 就会触发回调函数 这个相信大家 对这句话不陌生 如果学过angularjs的朋友 应该知道 里面有个双向板定 它有个粘检查 那估计 我估计es6 es7 它会引入这样的一个模式 另外呢 像这个ensin 什么 在premise 和generator 函数的基础上面 再提出一些逆步操作 好 它不再是同步的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项什么 多线程的支持 目前像 internet intel和mozena 他们共同研究的一些项目 好 都可以让javascript多线程 多线程的话 目前为止 我相信大家可以有一个虚拟的多线程 就是settimeout 对吧 settimeout 它可以实现一个虚拟的多线程 但不是绝对的 最后还还有一些像把类class 做一些替代 让它可以分享一些不同的对象 分享不同的同样的功能 分享嘛 对吧 好多东西我们大家都要分享一下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最后我要说一个什么呢 来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什么是ES6这里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半天 ES6 它说白了是javascript的新一代的标准 那么它支持的环境 现在它还有很多不兼容 并且呢在我们的函数当中 很多东西它依然是javascript的一样 只不过它新增了一些功能 所以要学习我的这一门课程 我们必须要做到一点 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对javascript的语言 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的课程是讲的是ES6的 不再重复之前的javascript的基础 如果你还没有javascript的基础的同学 那我的建议是不要急 万丈高楼平地气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一栋高楼 我们都是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 那么基础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把javascript的基础 给它学一遍 至少要有一点的了解 至少能够对我这个函数 大概能够看得懂 哦 这是cancel 哦 这是个函数 哦 这是个返回值 至少能够看得懂这些 你再来学ES6 否则就是听天书 好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堂课 叫ES6简介 好 这堂课就先讲到这